瘦肉精零檢出自治條例通過了 就是2016年嘉義市通過反美豬自治條例 規定瘦肉精零檢出 嘉義當年開出第一槍杠中央 雲林縣也暫身跟進 事實上蔡政府執政後 包含基隆 宜蘭 台中 嘉義市 台南 都在議會要求下提案通過自治條例 桃園鄭文燦當時明確反對 彰化魏明谷也表態零檢出立場 民進黨執政縣市就有8個都定出自治條例 對比如今要開放美豬實在尷尬 2012年到現在已經經過8年 其實相關都已經比較配套跟成熟 所以我剛剛講過希望大家 應該是理性冷靜的來看待這個議題 那個時候跟現在情勢有一些東西是變動了 在台灣的執政黨都會支持 在野黨都會反對 那個時候的執政黨叫國民黨 現在的執政黨叫民進黨 當時的堅持如今看起來 似乎力道大大弱掉 時空背景不同 從城府願到地方違憶口徑 我們會按照我們中央的法規 國際的標準 那地方政府我們會嚴格的來執行法令 是不是幫蔡政府背書 看到高雄市要當乖寶寶 按中央法規標準 基隆和桃園市也表示要跟進 配合中央修正自治條例 但想改回來 可得先通過國民黨議員這關 那要從議會修自治條例的規定 然後如果要放寬這個零檢出的標準 我相信以國民黨團我們議長 還有我們整個黨團不會配合市政府 我們不是市政府的議會 藍營議員嗆聲 絕不配合美豬開放來勢洶洶 中央帶頭就算自打臉 綠營縣市也要跟著標態 美豬政治後座力恐怕持續升溫 至於劉局長 朱丁龍 正能中 李逸璇 台北報導